Hello大家好,我是喵喵大姿 随着奥数迎接结局 她完全可以被封为今年度的超强神作 要说她是目前Netflix上所谓欧美动画的 Jins正是太让我震惊了 Are you real? 但是本集并不是要讲Jins 而是要讲为什么Vive跟Cathleen之间充满浓浓的百合味呢 那她们的萌点又是在哪里 其中也会说明有哪些是我们可以脑补 但官方很暧昧描写的 有太多镜头都刻意塑造得很隐晦了啦 真的很难不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想歪 更不用说我身边本来不吃百合CP的人 居然也都纷纷入坑了 那么在进入正题前 要先简单说明一下 拳头社这边对LGBTQ家议题的立场 她们公开并以行动说明了 她们对LGBTQ家族群的想法 那么在5月17日的国际不再恐同日 拳头社也表明了自己有参与 这个国际盛事到今年已经迈入第5年 除了推出彩虹普罗以外 在《同我上升》这篇文中 也证实雷欧娜与戴安娜的关系 哦 抱歉我放错了 是这张才对 2017年推出的法洛斯MV也是 妮可的传记及语音也提及到 自己更喜欢女英雄 Law的创作者也证实了妮可是一名女同志 那么在游戏中VIVE跟Catting之间 又有什么值得议题的地方呢 游戏里两人有不少彼此呼应的语音 这边贴一个VIVE Nice shot Cupcake 其他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 而性感情长的造型中 两人也同时都有出现在彼此的美术图当中 如果不是情侣 至少也是很好的搭档吧 那么回到奥树 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迹象 可以说明两人有某种难以形容的连结呢 You're hot Cupcake 这里就要从他们之间是怎么从原本的关系 到后面的相互信任说起了 在上层发生Jim's制造的袭击案后 因为Catting全程目睹了一切 并得到了关键的线索 随后便跑去牢狱中试图打探些什么消息 而VIVE跟Catting就在如是不平等又糟糕的环境下相遇了 两人对彼此绝对称不上有什么好印象 一个是执法者 而且还是议员的女儿 一个是父母被执法者所杀 在上层眼中微不足道的底层混混 两人都不信任对方 但同时也都在试探对方能给出什么情报 不过对Catting来说 VIVE是找到Solko很重要的一环 而对VIVE来说 Catting拿出的证据足以证明 妹妹Powder还存在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 就这样两个互不相干的人 因为各自不同的目的而达成了共识 成为了战时的合作伙伴 无论是对Catting还是对VIVE来说 信任彼此都是一种赌注 这里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当Catting回报VIVE的情况 并要求特赦的时候 领域长说 她不配合吧 要帮你跟她聊聊 这里的暗喻的是 他们对囚犯是以暴力在控管 于是Catting多问了一句 你们和她聊过几次了 这时候的Catting已经意识到 VIVE在监狱中可能面临的处境 在VIVE出狱后 两人在各自的目的下前往地城 虽然VIVE讨厌执法者 对Catting的信任也很低 但她还是有一约履行自己的承诺 为了不让Catting在底层被深吞活泼 给了她不会引人注目的套装 而因为Catting一点也不了解底层 而且这时对VIVE也还抱有很多误会 这恶劣的关系直到进妓院才有好转 而这两人必动的名场面 也是发生在妓院中 Catting出身名门贵族 就算她有着如何脱离爸妈光环的烦恼 但毕竟从小不需要担忧如何生存 因此也不懂得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 去索取自己要的东西 而VIVE就完全相反 可能觉得Catting在这种地方派不上用场 于是开了一个小玩笑 想为Catting好好上一课 但在VIVE上下打量Catting 试图寻找她的优势时 首先发现到的是她的身材 也就是她的身体的部分 意思就是给Catting选择 并没有将她特定分在哪一个性取向里面 而通常会这么询问的人 在她的概念中 性取向也不会是单面的 为Catting取得Cupcake Cupcake是Catting家族中最喜欢的甜点 而Cupcake是指女性甜美 或者是对爱人有亲爱的的意思 那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Cupcake是取自Catting的名字 谐音Cup加Cat进查加凯特 而VIVE逼动Catting的反应跟问题 也有几个可能 VIVE实际上不需要Catting的帮忙 除了想给她上一课以外 也是想套她的性向 我们无法保证VIVE的性向 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虽然我觉得给的镜头暗示有不少 但以上都是推扯 那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完全没经验的Catting是超级慌张的 对的VIVE获得情报后 马上就推测了SoCo把Powder抓走 于是顺着情报要去找她 离开时看见Catting竟然比起面对男性 对女性完全是游刃有余 这里VIVE的微笑有两种推扯 关于Catting的性向 VIVE得到了她要的答案 看见Catting对于说取情报的手段得心一手 她对前面的教导很欣慰 我个人觉得两种解读都说得通 完全看观众如何去解释 但很刻意的把前面的对象安排成男性 这里安排成女性 我觉得很难不解读成第一个 VIVE之后遇见了Servie 则知Powder跟James甚至为SoCo工作 在心灵与身体同时受到打击 差点上命的时候 Catting出现了 精准的设计 让Catting头一次获得VIVE的赏试 握住VIVE手的这一瞬间 其实也意味着接下来两人才是真正的合作 不过Catting看来真的不是很喜欢被嘲讽为Catting 在被追查逼向了死角 VIVE带着Catting走入更深层的底层 而这里也是上层了绝对不可能来的地方 就算VIVE受了重伤 对Catting仍有保留 他们所在的位置刚好是VIVE与Powder以前生活的地方 这里勾起了许多VIVE的回忆 进而使她把愤怒推卸给眼前的Catting 但是VIVE她知道问题不只是上层的人 现在的不幸也跟她当初伤害Powder有关系 虽然Catting不知道VIVE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至少在她来到下层看到的情况 以及对VIVE来说底层是她的地盘 但VIVE并没有在出狱后就毁约丢弃她 等这些状况来看Catting察觉到 - 都不错 - 都不错 - 我可以知道 - 你有好心 - 你有好心 VIVE本质是温暖的人 其实她跟Catting的本质很像 是因为像 所以才让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能凑在一起 之后Catting为了救VIVE而独自寻找医生 也顺利的从认识VIVE的救世得到了帮助 那么这位救世是谁呢? 目前看起来是第一集出现的Huck 自己注意Huck的眼睛已经是呈现纸红色了 为了救VIVE 她教授了自己身上非常值钱也仅有的武器 在道别前 Huck对自己过往所做的事情感到亏欠 Catting注意到后不在乎身份污染 上前紧紧抱住她 Catting是真心想帮助底层的人 Catting拿到混合药剂回去给VIVE喝下后 VIVE的身体就产生了变化 这里VIVE看到的幻影就是第一集被执法者所杀的母亲 由于不是大量服用的关系 因此只有修复了效果 在近距离接触可以看到两人对视后 Catting很快地转移了目光 感觉有一些些尴尬 有一些些害羞 但VIVE完全没有转移目光 她就是很直接地注视着Catting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 VIVE跟Catting两人的价值观中 都认为对方是无情可恨 从Catting决定信任并拯救VIVE 是说VIVE有颗善良的心后 两人僵硬的关系逐渐变得柔软 在之后的谈话 Catting才知道VIVE回底层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妹妹Powder 而且还得知VIVE的父母是被执法者所杀 这都让Catting第一次意识到在她智润的世界里 还存在着更多她不知道的黑暗面 她作为一员女儿 从小希望能摆脱父母的光环 不受特权保护 与她能平起平坐 当每个人都觉得她是需要保护的花儿时 因为遇见了VIVE Catting才得意接触到身不见底的黑暗 在之后经历了找到Powder Catting却发现自己追查的犯人竟然是VIVE在寻找的妹妹 这个巧合也太讽刺了 杠上野火帮的时候 VIVE发现眼前的Powder已经不是自己熟悉的妹妹了 遇见AC VIVE得知这些年的变化 但还是相信Jean的身体里面能有Powder的存在 前面因为Catting救了VIVE一命 他们之间似乎已经被某种特别的羁绊所牵引 My hero 把对方当成完全信任的伙伴 Catting认为战争不能解决一切 唯有化解双方的误会 才能平息纷纷 并向AC提议将海克斯科技宝石送回去给Jesse 三人就这么踏上了返回上城的道路 但是VIVE心里还是放不下Powder 在离别时 VIVE为至今为止Catting所做的一切道谢 - 已经真实了 Cupcake - 谢谢 - 为了全部 - 在最后这一幕VIVE摸着Catting的脸颊 我说各位女性朋友女性观众们你们没事在道别前会摸朋友的脸吗 后来在Marks准备毁尸灭迹的时候 Jesse出现了 为了让Catting能顺利将海克斯科技宝石送回去 AC脱住了Jesse 而VIVE就带着Catting离开 这里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VIVE就这么带着Catting走了 而不是继续说服Jesse呢 最大的可能因素是VIVE知道眼前有更重要的事 而以Jesse现阶段的状况也听不进她的话 还有一点是她可能觉得Powder变 不过就算离开了现场 VIVE还是非常担心他们的状况 但谁知道宝石就这么不见了 回到Catting家 她把自己在底层看见的事情告诉母亲 希望能够寻求实质的帮助 而这也不得不说 她的身份也在此时大大的派上了用场 得到了直接上议会汇报案情的权利 回到Catting的房间 你自己做的事吗? 无论甚至去那里? 我认为Powder变成了 VIVE在敬佩中同时认可了Catting的努力 两人躺在床上 这是VIVE第一次对Catting说自己与Powder的回忆 透过前面Catting得知 Gins就是VIVE的妹妹Powder VIVE的父母是被执法者所杀 加上现在VIVE选择放弃妹妹与自己回来面对议会 都足够让Catting理解VIVE VIVE也接纳Catting走入她的心房 这边很有趣的一点是 Catting让VIVE走进的是她的房间 是表面 而VIVE让Catting走入她的心 是里面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对VIVE而言抛下Powder是她最深的伤痛 如今却愿意跟Catting分享这一段又出现了摸剪胛画面 前面是VIVE摸Catting的 这里Catting会摸回去也可能代表着她在回应VIVE 到了前往议会的时间也就是当日的晚上 Catting乘暴实行 在Jesse问到Gins的炸弹时 Catting明显犹豫了 犹豫是担心VIVE并不想偷肉 但此时VIVE握住了Catting的手 选择巨石以爆 到底是要开战还是和平外交 这里其实也可以发现 VIVE对SOCO的看法是相对担免的 VIVE认为改变不了世界 上下就犹如鱿与水 两人发生了点争论 而此时Catting问 - 和我们吗? 字句的解读方向可以是 1.我们至今为止不也都好好的吗? 这是以占有的角度 2.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该怎么说明? 这是以两人已经发生关系的角度 这一段可以脑部的推测超多 而且就目前为止 奥数刻意描写的镜头来看 实在很难说明白 于是就有推特的同号 特别询问参与奥数的编剧 他问VIVE跟Catting在床上交谈后 Catting事后问 那我们呢? 这是不是代表他们当晚发生过什么? 编剧则回答说 如果你有注意到时间 VIVE和Catting是在早上回到家 而出现在议会则是在当天晚上 他们无论是感情还是身体都非常疲倦 我们故意没有描写这段过程 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选择 这个回复不得不说非常之聪明 也就是说以很暧昧的方式告诉观众 你希望怎么想 有你决定吧 所以如果要解释 这段可以解释成 两人因为身心俱疲 所以梳洗过后就什么也没做的 休息到晚上 或是 他们的心灵与身体都相当疲倦 而刚好在气氛绝佳的情况下 两人透过做开心的事情得到了抒压 还一起公寓 所以当VIVE决定离开时 Catting才会问 那我们呢? 到底是哪一个完全任由大家想象 但镜头看起来已经有一些暗示了 而且最后离别的场景是在下雨 不得不说这么暧昧的书名真的很高潮 Catting甚至在之后洗澡的时候 好会想到VIVE的背影 VIVE开始独自行动 在这段过程中仍坚持着想和SOCO开战的想法 而两人在见面的时候 就是在James主持的家庭会议上 不过注意James的用词 我今天早上帮你女友去训练 James已将两人的关系定位 Catting即便站在上位 但无法对James下手 尤其前面已经知道VIVE有多珍惜Powder这个妹妹 而最终剧情的发展 只能乖乖等第二季了 但就第一季的编排 已经奠定了两人互信的基础 即便这两人没有确切的关系 也足够说明VIVE之后为何会与Catting成为搭档 虽然看下来Catting跟VIVE真的有太多暗示的镜头 但针对他们两个有没有关系呢 这还是相当暧昧的 不过有趣的是 Netflix的官方推特特别将这对与其他欧美动画中的百合放在一起 在Netflix上搜寻多元性别 也可以找到奥数 这里也额外补充一下 推特能让照片其他的百合作品 分别是《战士神通》 《柯拉传奇》 《神娃之伊沙利亚传记》 针对这两人的关系 我相信就算不说破 大家也能明白其中的谋点 另外如果喜欢他们之间的关系 个人也很推荐一部澳洲的影集 温特沃斯 其中的法兰基与布兰基也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立场相遇 互相吸引后发展关系的 那么喜欢也别忘记将影片分享给所有看完奥数 也爱这对CP 或不懂这对CP猛点在哪里的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追踪及小铃铛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又讨论这对CP的猛点哦 我们下次再见 由此